好 那下一组实验是自旋的实验 那自旋的实验呢 当年这个Stan和格拉这两个人 他怎么发现的呢 他让一组好像是银原子 通过一个磁场 然后后来呢就去测量 这个通过磁场以后的位置 发现绝大多数时候呢 他都会分成两数 然后大家就想 为什么会分成两数呢 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第一个不可思议的原因是因为 在量子力学之前 在自旋之前 绝大多数的变量 都是连续变量 比如说X 它是这都可以去值的 比如说动量P 也是很大范围内都可以去值的 他绝对不会说 这个值基本上在这 这个值基本上在这 好 那么第一个他们猜测的 关于自旋的模型呢 就是这样一个模型 说它其实是硬币的两面 就它是个两边量的随机模型 这个两边量的随机模型 它可以用来做哪些实验呢 它可以用来做 我这里提到的这个第一个实验 第一个实验就是 我让这个自旋 就是它其实是在电子上的 当年为什么用银原子做 我也不知道 我们现在就简单的说 是个电子 好 那让自旋通过来 就电子通过来 或者我简单就直接就管它叫自旋 然后通过一个磁场之后呢 在这个磁场之内呢 它会产生一个 就是磁场呢 相当于对这个自旋呢 做一个测量 那至于这个测量数学 到底怎么怎么写呢 我们以后再说 我们就假设下面的做的这个实验呢 这个实验事实呢 是一个接受的事实 就是只要是一个自旋过来 通过某个方向的磁场 它就会这个 在这个磁场的这个作用之下 分成两个这个状态 然后到达这个屏幕上之后呢 就有的向上有的向下 那如果你想解释它呢 你就用这个经典的硬币 说这个自旋呢 其实是个硬币 它内部呢 有个向上或者向下的方向 如果它向上呢 那么经过这个磁场之后呢 它就会在这落 如果它上下呢 经过这个磁场之后 就会在这落 当然实际上物理学会告诉你 它那个上下刚好相反的 不过对于我们这个问题来说 这个没有影响 我们就把这个落在上的 叫向上态 落在下的就向下态 好 接着我说 我呢 要把刚才这一组实验呢 这组实验是能够用经典 经典硬币来解释的 对吧 我把刚才这组实验呢 我做一个重复 做一个重复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看 我再给它放个 这方向的磁场 然后我看看它 再分成一份 还是两份 那 我说答案其实是分成一份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第一个地方 它已经分裂了 所以呢 我把下面那个给它堵住 就往下的那个 不再参与我的实验了 我只要那个 往上的那只呢 参与我的实验 就我有两套仪器 对吧 经过第一套仪器之后 往下那个 我给它堵住 哪个木板堵住 不许它再过去 往上的那个呢 我进入我的另外一组仪器 也是这一方向的磁场 那按照我刚才 那个盖利润的模型 你很容易就猜出来 它应该往上 对吧 因为它既然过Z方向 已经是落在往上方向的 下的已经被堵住了 它的状态就是向上 于是当下一次 它再经过同样的门的时候呢 它肯定还向上 所以就是一个 一个这个实验 对吧 红颜色的过来 然后呢 再放一个红颜色的 因为蓝颜色已经被我 对我剃走了 过不来了 所以呢 它还能过来 而且毕竟 毕竟 肯定只有一个方向 好 这个答案是对的 如果你只用Z方向的磁场 来做实验 那么这个实验的结果 和我刚才做的这个预期 是对的 那我做预期的背后的模型 是什么呢 就是自旋的 像硬币两状态 这样的一个模型 就是说我 我拿这个模型去解释自旋 在这个实验里头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神奇的事情来了 神奇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说这样 你拿着 你先过一个Z方向的磁场 堵住往下的 只让往上的过去 接着呢 他让这个X方向的磁场 就放一个X方向的磁场 问他到底出一个 还出两个 答案是出两个 那我刚才这个模型 就不对了 对吧 因为我刚才只有 Z方向的状态 我没法来解释 X方向的现象 那我怎么拯救呢 我说你不用着急啊 这样啊 你让X方向 也变成一个硬币 也就是说 这个自旋啊 它比较好 它相当于一个 多维度的随机变量 在Z方向呢 它是两个状态随机变量 在X方向 它仍然是两个状态的随机变量 那么我第二个实验 也能得到解释 对吧 因为第一个实验 相当于它只选择了 Z方向的特定随机变量 正态的选上 负态的没选上 但是X方向它没管啊 所以将来 我第二次进入X方向的时候 它仍然会出现 像硬币一样的行为 两支 对吧 好 这个实验也能得到解释 只不过 我的理论 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 有很多很多个方向的随机变量 对吧 好 我们看看 这样一个模型 是不能解释下面的实验 下面的实验是什么呢 它说这样 你先弄个Z方向 往向下的盖住 再弄个X方向 把向下的盖住 你再弄个Z方向 问有几个输出 这设置明白了吗 好 我们相当于在前面那个实验上 再加一个磁场 对吧 那个磁场是Z方向的 好 这时候 如果我们按照前面那个 多个方向的随机变量的解释 它的答案是什么呢 它的答案是只有一个输出 为什么 因为第一道门 它选择了Z方向向上 第二道门呢 选择了X方向向上 当我碰到第三道门的时候 它又是Z方向 对吧 所以它自然就是 Z方向向上 所以它只有一个输出 而且 这样看起来和我前面做的第一个实验 也很像 第一个实验怎么说的 说我弄个Z方向 上下的盖柱 再弄个Z方向 它呢 还向上 对吧 所以很有道理 对吧 然后我告诉你 这个实验事实是 Z X Z 的时候 它会有两个输出 这表示 红色的里头 具有长方形和圆形的成分 圆形里头 具有蓝色和红色的成分 只有这一种理论 是能解释的 只要是你允许这个线上发生 这个线就能解释 对吧 也就是说 每一个方向的状态之间 并不是独立的 它是包含关系的 Z方向的时候呢 我尽管只选了向上的 可是呢 它包含了X方向的向上和向下 接着 当我把X方向向下盖住的时候 它确实是X方向向上 这毫无疑问的 因为我只要再套个X 它还是X方向向上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 X方向向上 竟然包含了Z方向的向上和向下 这就是它告诉你的事情 就某个方向的向上的状态 包含了另外一个方向的向上和向下状态 这不正好就是我们绳子上拨干的事情吗 对吧 一个这个方向的槽打开了 你可以看作它是这样两个方向的分解 而一个这个方向的振动 你可以看作一个水平和一个数值方向的分解 只不过这个东西存在和成立的前提 是很容易理解的 它是方向矢量和牛顿第二定律 对吧 特别容易理解 而在我刚才那个自旋里呢 你明明知道它为什么这么 它怎么做就可以 可是你只是 不明白 这到底怎么理解的而已 但是我们说了 再说一次 科学不解决怎么去理解的问题 我们只解决 你只要照着我给你的这个模型的描述去算 算出来答案和实际的实验相符 就是科学 好 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看见 在这个实验里头 它的关键就是 X方向的向上态 一定程度上包含了Z方向的向上态 和Z方向的向下态 那这个也是 我以后还会再一次强调 也是我所说的 一个苹果加另外一个苹果 它等于一个香蕉 那个香蕉就是X方向向上态 那个好苹果和烂苹果就是 一个是Z方向向上态 一个是Z方向向下态 就一个Z方向向上的 和一个Z方向向下的 当你把这俩使用加在一起的时候 它是X方向向上态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神奇的事情 可是你只要允许它这么干 你的所有的实验解释都是对的 然后将来我会告诉你 这个数学是什么样子的 这样的数学 为什么就允许你这么干了 好 这就是你的所要的量子的理论 也就是说你只要 你把你的数学写成这样 你之前看过的所有的实验 它的解释 这都是对了 谢谢您的 谢谢您的